局長 陸座 還有各位校長 還有局域的夥伴 體會這個部分 針對環境教育 我們要再次叮嚴我們所有的校長 在環境教育法施行之後 我們每年內要完成環境人員的證證 目前我們 24 小時課程的校數比例 年底要達到 100% 但是目前只有大概一半左右 再來我們所有的員工 還有教師 學生 要完成 4 小時的環境教育的認證 這個部分也請我們所有的校長 能夠協助我們共同完成 這個是環境教育人員的認證 已完成 24 小時研習的部分是有 87% 教育人員認證的部分 目前是占 55% 到年底我們希望達成的目標是 50% 接著我們今年 120 年度的部分 有針對環境教育人員的補助 每個人員有 120 年度的補助 再來我們年期東京這邊 10月跟 11 月也分別有辦理場次 希望我們的學校也能夠參與這個聯席 再接著 最後是我們二手制服 還有我們教科書的一個回收 目前我們也希望能夠達到 100% 的上網研報 還有我們執行率也希望能夠達到 70% 以上是我們一位科在致兵力 我們所有的校長能夠協助我們共同完成 謝謝 謝謝